所以台股我一直提醒大家 很簡單來看嘛 你不用去數什麼波浪或看什麼技術指標啊 如果你這一這一次的台股的上漲 你去數波浪 或者你去看技術指標 其實都失真嘛 因為台股就是一直往上走一直創高啊 所以簡單來看 你只要去看他的均線 例如說台股現在在創高 只要 就是多方強勢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簡單操盤簡單獲利 我是龍哥 今天台股再創新高 在清明年假前 雖然台股台灣發生了地震 那當然啦 也很多人在說清明的變盤 不過可以看到嘛 今天台股再創新高 多方趨勢是沒有任何改變啦 雖然說在連假期間 美國是蠻多消息的 蠻多消息 小飛農高於市場預期嘛 飛農數據也高於市場預期 甚至有聯準會官員出來講話 說怎麼今年不會降息 造成美股呢 有一個比較上下幅度 比較大的一個震盪 在月線的震盪 目前來說美股四大指數 的確是跌破了一個月線 但是原則上月線還在往上走 只要快速的去暫回 其實是沒有什麼大礙的 沒有什麼大礙的 但是當然還是要持續的來做個觀察 那台股的部分呢 表現更加強勢嘛 今天再創新高 當然啦 主要來講話還是要觀察一件事情 就是說台幣 究竟在這個位階 32附近這位階來講話 是否能夠指貶 其實從美元指數可以看到 美元指數已經開始有點回測了 當然它還是一個多方趨勢 就看它何時的真正的轉落 美元指數的轉落 台幣的指貶 就會帶動外資的回流 外資資金的動能 那目前台股的動能還是集中在 像例如說4月份 會發1300多億的股息 或者你說5月份 很多大的ETF 要進行一些換股的動作 這個都是一個潛在的買牌 潛在的動能 但是當然我認為最好的狀況就是 台幣在這邊已經指貶 其實應該有機會 因為美元指數開始轉落嘛 那台幣的指貶之後 外資的動能再回流 那整個4月的資金動能就會更強 資金動能就會更強 所以呢 台股我一直提醒大家 很簡單來看嘛 你不用去數什麼波浪 或看什麼技術指標啊 如果你這一次的台股的上漲 你去數波浪 或者你去看技術指標 其實都沒有用嘛 都失真嘛 因為台股就是一直往上走 一直創高啊 所以簡單來看 你只要去看它的均線 例如說 台股現在在創高 只要沒有跌破十日線 就是多方強勢 那整個趨勢你就看月線嘛 最簡單就看月線嘛 沒有跌破月線 多方趨勢沒有變 既然多方趨勢沒有變 當然就是持續的騙多思考 騙多操作 這樣夠簡單吧 你什麼指標都不用看哦 你也不用去數波浪哦 你這一波數波浪 應該很早就遇到高田了嘛 或者說你看很多技術指標 早就一堆技術指標過了啊 如果你看那些 那你就賺不到現在的錢 你了解我意思嗎 當然啦 還是要有一點風險意識 就是說 台股在急漲的過程當中 就我一直強調的 我們可以先賣一點嘛 我們可以先賣一點嘛 不一定要一直跟它抱著啊 因為有時候真的過了 真的過了 真的過了 當然股價容易震大 那我們可以先賣一點啊 或者先賣一半 甚至你要全賣都可以 等到震盪等到拉回 再把它買回來 還是可以進行一些 細節的價差操作 增加獲利 增加獲利 例如說一拳 我在節目上公開的 我們開始要進行價差操作 等一下我會告訴大家 今天我們怎麼來操作 一拳的價差操作 OK 好首先我們當然來看 台股的加薰指數 你看台股今天最高20487 20487再創新高 那目前11點56分快12點 也上漲了108點 所以台股的多方趨勢 是沒有任何改變的 OK這一點 我覺得我一直跟大家講 多方趨勢沒有改變嘛 那目前台股的十字線 是在20266持續往上走 大概就20300 簡單來看它就是一直往上走 或者你要看比較低一點 20500也可以 也可以 20250 或者20300 直接看20300也可以 十字線沒跌破是這一波 你看這一波以來 很少跌破十字線 代表這個多方是非常強勢的 在裡面撐盤 在裡面攻擊 而且是用資金輪動方式 今天散熱又強啊 或者你說重點又強啊 你看1519的華城 一放出來 哇一發不可收拾 一放出來 你看 再創新高 872 真的是嚇死了 真的是高啊 真的是高啊 我是不會去買華城啦 我告訴大家是說 重點當然這個族群 這個產業 我個人也是十分看好 在當初他在三四百塊的時候 我就一路看好 但是他現在已經來到837 八百七十二塊 不好意思 八百七十二塊 你說 這個本益比已經 已經40倍50倍 已經40倍50倍了 那當然他最近有很多力多嘛 例如說店價上漲 或者說他拿到美國的一個 併壓器的訂單 還有台電的認網計畫等等 的確他的眾多題材於一身 才造就他八百七十二塊的一個高點 但是為什麼我不會去買他 為什麼 當然你去 你如果說有些朋友 喜歡操作強勢股 你去操作沒有問題啊 我一直說 這種個股你打回 五日線打回十字線 你就勇敢買 勇敢把他買下去 跌破月線你出 可以 或者說 他跌破十字線 再站回十字線 你去買 把他買回來 然後創高賣 進行一些 這些強勢股價差操作是OK的 但是如果你要進行一些波段的 我個人就會比較爆流 我個人就對於華晨就會比較爆流 因為他本益比真的過高 50倍 50倍 明天四鏈也要放出來 應該也是會過高 因為他離高點很近啊 你看高點324.5 目前317嘛 離高點很近啊 應該也是會過高啊 但是一樣嘛 重點這個 本益比都過高 我個人是不會追啊 我個人是不會追啊 那如果說你喜歡操作強勢股的 你自己停損停 你設好下去操作是OK的 是OK的 那今天重點強之外還有誰 散熱也很強 你看雙紅 嚇死人 843 歷經了一個月的整理 一個月的整理 也不到一個月啊 半個多月的整理 哇股價再創新高 這個當然是個指標股 但是你要我 你會 我會去買雙紅嗎 我也不會買雙紅 但是一樣 強勢股都是可以操作的 喜歡操作的 去操作都沒有問題 盤中擊殺 跌到五日線 十日線去買 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我個人不會 我帶領會員朋友 不會去進行一些 這麼短線的架差操作 比較不會進行 那麼短線的架差操作 我個人還是以優質股 因為現在很多寶藏 很多珍珠都在地板上 或者說很多寶藏都整理過 等著你去掏金 所以沒必要賺這樣的錢 當然你喜歡進行強制股操作可以 我說的可以 因為本來就是可以 強制股本來就是可以操作 本來就是可以操作 那雙紅創高 843塊 本益比多少 他今年預估 20到25 20到25 自己去算 好不好 三次幾倍跑不掉 三次幾倍跑不掉 所以你看嘛 雙紅在創高 你看齊龍其實還 還算蠻低檔的喔 他今天才剛站回越線 那你說齊龍會不會跟上雙紅 也有機會啊 因為最近在幹嘛 最近四月份在公告 三月份營收 你說齊龍雙紅營收會不好嗎 他還沒公告喔 但是我告訴你 他營收不會差 他營收不會差 所以現在股價反應是他的營收的表現 那我也可以直接跟你講 我認為他們營收不會差 不會差 甚至創高都有可能 營收創高都有可能 所以他的股價才會表現這麼強勢 只是說 依照本益比來看 真的是比較高 比較高 那四月份來講的話 我個人分析市場主流 會慢慢聚焦在低本益比的 股價整理過了 你說齊龍雙紅公期 有一個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股價整理過 他三月份都在整理啊 他三月份都在整理 他股價整理過 所以資金會重新回來聚焦這一塊 或者你說2383台光店也一樣啊 我是不是在節目上跟大家分析過 台光店那個消息 什麼吊單的消息 但是我有告訴大家 他根本不是吊單嘛 他是產能滿載 根本沒辦法接單 他不是吊單 你說B200訂單 為什麼沒給他比較多 很簡單啊 他做不出來 他做不出來 他怎麼接嘛 回答想給他也不行啊 因為他根本做不出來 他產能滿載 他H100 H200就做不出來了 更何況B200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他根本不是吊單 這一點我在節目上早就跟大家講 我有跟大家講 你在這邊其實是要留意他的買點 這次叫挫殺 挫殺 那你看今天 台光店今天一根紅黑棒跳空站上月鞋 為什麼 為什麼 三月份營收創新高啊 這是不是符合我之前跟大家講的 他不是吊單 他是產能滿載 他營收創新高耶 三月份營收創新高 這就符合我之前跟大家分析啦 沒錯吧 所以呢 他今天股價重新站回所有金錢 我覺得 一樣值於留意啦 那當然除了通箔基板之外 今天還有誰很強 你說 金箱店很強 星星也很強 ABM展 只是我覺得星星股線很不好 我個人不是很喜歡操作星星 只是說 如果以產業面角度來看 他營收也是會足跡增加 因為AI伺服器出貨就是在足跡增加 那他做這個高階ABF來講的話 一定會用到嘛 一定會用到嘛 所以他也會增加 所以你看 他股價歷經那麼長時間的區間整理 所以我為什麼說他股心不好 因為他真的太會整理了 真的太會整理 也就是說 以產業趨勢向往上走 一樣是你要操作也是OK的 就像他啊 像星星啊 甚至你說做手機HDI版的 23813的抬光電 不滑通 2313滑通也上來啊 PCB產業趨勢就是往上 那當然我們也有一檔PCB標股準備發動 準備發動 等一下我們節目上特別來講 好不好 那決戰4月 我一直跟大家講 決戰4月現在就開始 你看像清明年假前 我們買股票都一路往上走啦 我跟大家講 生計會跳舞今天創新高 今天創近期高 等一下我就在節目上大公開 直接公開給大家 哪一檔是生計會跳舞 那決戰4月現在就開始 你不要錯過行情 你看今天台股又創新高 如果你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一直想要等他回來 一直想要等他回測 一直想要等到大回測 我告訴你啦 真的來一個千點大回測 你也不敢買啊 你會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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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操作不是那樣的 如果你虧準怕 獲利也怕 然後台股在漲你也怕 那你賺不到錢 你賺不到錢 因為你都在怕 你怎麼賺錢 你一直怕一直不敢進場 你怎麼賺錢 你怎麼賺錢 那操作 你不要進行高風險操作就好啦 例如我說的嘛 急漲的你不要追啊 或者說高本益筆的你不要買啊 你買低檔轉牆 買低本益筆的 安全獲利又多 何樂而不為 何樂而不為 所以不是說 台股一直在漲 只說好高好高 你就不敢買 那你不敢買 你就賺不到錢 你會怕你就賺不到錢 你想要等他回測 你也賺不到錢 或者說 好真的真的 我就說了 真的大回測 真的跌了五百點 跌了一千點 你也不敢買啊 你會說 要不要跌到一萬九 要不要跌到一萬八 是不是 大家自己會回想 我說的話 這是人性 這是人性 但是你有這個人性 你就賺不到錢 你要在這個投資市場 要在台股裡面賺錢 我告訴大家 一定要冷血 你沒有冷血賺不到錢啊 你沒有冷血賺不到錢 一定要冷血 你要冷靜 你要冷血 你不要隨著盤勢而情緒浮動 起伏 害怕 那你就賺不到錢 OK 所以呢 真的決戰四月 現在就開始 不要再等 很多好保障 很多珍珠 三月份 大多數股票都是下跌的 四月份就會受到青睞 四月份就會受到青睞 趕快來 好不好 如果你會怕 不要怕 你來找我就不要怕 你來找我 不用害怕 不用擔心 我會幫你處理好一切 你跟著我進出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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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還有這個LINE的ID 還有QR Code 好不好趕快加入 這我全新的LINE群組 只有這一個 Only One 小小數LUNG88988 趕快來加入 那台股站上2萬點 很多個股沒參與到 這我一直跟大家分析 三月份一直跟大家講 那四月份其實真的資金在輪動 真的資金在輪動 例如我再舉一個例子 市場上俗稱的老AI 廣達是不是在上新高 他已經突破去年第一波 第一波AI熱潮的高點 去年第一波在哪裡 AI熱潮從五月份 一路漲到七八月 廣達漲到八月282.282塊 最近也去做突破 這個叫做資金輪動 那你看他帶動誰 他會帶動偽創啊 偽創現在才130 今年能賺到六塊錢 明年賺到八塊 那高點是在去年161.5 你說高點還沒過合理嗎 他今年獲利比去年還多很多 所以這個不合理啊 那廣達既然已經過高了 你說偽創為什麼不能過高 你了解我意思嗎 為什麼不能過高 或者你說今天很強的 2376技嘉 技嘉之前有過過394.5 一路回撤 你看三月份二月份三月份 都在跌 都在跌 從最高394.5 一路跌到287 287 這個也跌掉了吧 跌100多塊 一張跌100多塊 但是你看啊 是不是又佔合月線了 這就我說的 三月份股價在整理 或者在下跌的優質股 會成為資金輪動的標的 沒錯吧 沒錯吧 所以現階段 為什麼我說不要等 我不是叫你去追高耶 我不是叫你去追高耶 我是說現在保障很多 珍珠很多 趕快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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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趕快撿 不是叫你去追高 是一堆珍珠在下面等著你去撿 你彎腰去撿 就有賺錢的機會 OK 彎腰去撿 就有賺錢的機會 你看一拳 當初我在跟大家分享一拳之後 市場上也沒人在講 50塊開始跟大家分享 50 51 52 53 3545 都一路講 沒錯吧 你看 那時候我畫這個線 你看它區間震盪整理 剛突破 從這邊 就是從這突破這邊 開始跟大家做個分析 高階聚熱片打入 COAS供應鏈 你看現在市場上是不是在講 那我這句話 3月14號就告訴大家 3月14號就告訴大家 那現在是3月底才開始講 市場上才在講 但是我3月14號就告訴大家 高階聚熱片 聚熱片業務再營收兩成以上 今年預估獲利3到5塊 我們用平均4塊算 我們用本益比20倍就好 不要30倍 不像齊鴻雙有30倍 不用 20倍就好 你就看多少錢 目標價算出來就80塊 所以那時候50幾塊跟你講 跟大家分析 跟投資朋友分析 本益比偏低 是不是真的很低 是不是真的很低 50幾塊的一拳 是不是真的很低 現在70幾塊 現在70幾塊 所以你看我們買進到賺漲停 然後呢 賺26%以後慢慢漲 賺26% 然後又漲停 賺了42% 然後又漲 然後我們在76.6元賣一半 至乎 到我在節目上也告訴大家 一拳我隨時都有機會把他買回來 你想賺一拳的市場上沒有人比我瞭解一拳 沒有 市場上沒有人可以賺一拳 賺50%吧 沒有人可以在3月14號就告訴你 他打入COAS供應鏈 他高階均熱片嘛 沒有人跟你講這些吧 3月14號的時候 市場上沒有人比我了解一拳 那你看 賺58賣掉 今天 買回來 買回來 2486一拳 股價即早後回測5日線 今天有回測完畢訊號 價差操作 7.3回買回一半持股 再把它買回來 再把它買回來 我一直告訴大家 雖然我看好一檔股票 我看好一拳 我看好他會80塊100塊 對 看沒錯 但是不是傻傻一直爆一直爆 除非他一直慢慢漲上去 那我可能就不會價差操作 但是他有幾漲嘛 他連續兩根漲停嘛 對不對 他連續兩根漲停 當然可以價差操作啊 從這邊一路分享到現在 他連續兩根漲停 當然可以價差操作啊 而且我也直接公開 如果他在漲停 我隨時要賣他 沒錯啊 我怎麼說怎麼做 怎麼說怎麼做 所以他隔天開高 這個上一些下來 76.6我賣 賣一半 那今天呢 你看我買回來多漂亮 7.3耶 2486一窮看 我們在這邊把他買回來 平盤附近耶 7.3把他買回來 你看最高又拉到74.2 76.6賣 7.3買回來 一張多賺5塊錢 一張多賺5塊錢 然後今天買的又現買先賺 7.3買 現在最高到74.2 一張又賺快3塊 一張又賺快3塊 原本價差一張已經賺5塊了 今天這樣一張又賺3塊 這樣賺一來一往多賺8塊 給彈耶 多賺8塊是10%耶 10%耶 我們前面已經賺50%了耶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看好一張多賺 還是可以進行駕駛操作 看狀況 看盤勢 但是你跟著我操作的朋友 你完全不用擔心 因為我會處理好一切 你只要跟著我訊息操作就可以了 你只要跟著我訊息操作 你看一拳 你現在已經賺60%了 已經賺60%耶 根本你不用幹嘛 你就跟著我訊息操作 你就賺60%耶 對吧 你看76.6賣都公開喔 今天71.3再把它買回來 多賺喔 今天而且今天買又賺 今天買又賺3塊了 原本多賺5塊 今天又賺3塊 這就是駕差操作 多賺何樂而不為 有機會多賺何樂而不為 那你跟著我操作 你都不用擔心 都不用煩惱 我會處理好一切 你跟著我訊息進出就好 市場上沒有人比我了解一拳 想要操作一拳朋友來找我就對了 我就帶你賺 我就帶你賺 那除了一拳之外 神盾續爆 好不好 這我就不要講太多 時間有限 神盾續爆 COA的標股 我公開來6438訊得續爆 我給大家一個概念 3583的星雲 大家知道吧 一樣嘛 做半道COA的設備的嘛 星雲今年預估獲利10塊錢 預估獲利10塊錢 股價多少 現在股價369 本益比36倍 那6438的訊得呢 我告訴你 他今年預估獲利也是10塊錢 股價132塊 一檔星雲叫做10塊錢 現在股價360幾 那訊得10塊錢 現在股價132 所以呢 這有沒有比價空間 有沒有比價空間 高達200多塊的比價空間 所以你說買訊得會擔心嗎 其實真的不用擔心 除非他真的轉落 要不然根本不用擔心 持股就抱著 操作就這樣 我說該抱就是抱 該抱就是抱著 這個竟然有那麼大 比價空間 當然抱著啊 200多塊比價空間 當然抱著啊 當然抱著啊 所以抱著就好 那今天 一樣我們還是有操作的 雷我賣掉賺19% 我快速講時間有限 19%賺19% JPP就平手 情邦也平手 大概平手 都賣掉 有賣就有買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重壓標股 上禮拜我跟大家講 生計會接吧 生計要跳舞 對不對 這一檔是什麼 1795的美食 直接公開給你 上禮拜跟大家講說 三百零幾塊 三百零幾塊 我們開始佈局 三百零幾塊 我們開始佈局 今天最高多少 今天最高是335啊 335 一張已經賺了快30塊 一張已經賺了快30塊 那為什麼生計要跳舞 很簡單嘛 生計要業績展 而且很多生計股 現在本益比偏低 很多生計股偏高啊 但是我們買的一定是本益比低的啦 例如你看 1795的美食啊 今年學民要持續授權 預估獲利20塊 本益比20倍以下 沒錯吧 17倍嘛 我記得17倍左右 股價剛完成底部型態 投信剛開始佈局 你看 1795美食 股價來到333 這早上發的 最高已經335了 創下近期新高 股價會先挑戰全高 349.5元 再挑戰四字頭 為什麼會四字頭 很簡單 本益比20倍賺20塊 不就四字頭 不就四百塊了嗎 對不對 很簡單嘛 所以 我帶投資朋友 帶會員朋友在佈局的 絕對不是亂買 絕對不是亂買 你看我上禮拜 我在跟大家講的時候 他打出這個底部型態 三百零幾塊 跟大家做分享 三百零幾塊 那你跟著我的朋友 你就買三百零幾塊的美食 今天最高335 一張賺30塊 和樂而不 一個字嘛 爽 爽啊 買在第一檔就是爽 買在第一檔就是爽 而且 他還有空間啊 前高349.5也還沒過啊 更何況目標價 我們算出來 可能會四字頭 所以呢 你跟著我第一檔布局 現在是不是賺錢 現在是不是賺錢 你不用追高啊 完全沒有追高這個選項 好不好 趕快來 趕快來 這個還有上漲空間 如果你自己會操作 你自己操作 沒關係你自己操作 但是你不會操作的 一定要來找我 一定要來找我 再來還有一檔要噴的 三引擎標 這檔我們3月26號開始買的 一個多禮拜了 一個多禮拜了 股價回測月限完畢 股價回測月限完畢 今天新朋友再買 今天新朋友還是買 還是繼續買 因為今年他預估獲率6到8塊 本一比不到20倍 十幾倍 這個很有上漲空間 我簡單跟大家講 他也是做PCB的 他也是做PCB的 好不好 趕快來買 這個是可以重壓的 再來就是我們雙龍出來 上禮拜買的 一樣可以重壓的 一樣可以重壓的 車用網紅雙一起 他一樣有PCB OK一樣有PCB 今年預估獲利5塊 本一比15倍而已 你就知道多少錢 他現在才70幾塊 我告訴大家 我個人看他的股價 會上漢三位數 現在70幾塊 股價會上漢三位數 三位數就是100塊以上 100塊以上 所以要重壓的 要卡位的朋友 這檔就對了 還有三引擎標股 要卡位 要重壓的朋友 趕快來找我 這兩檔都是可以重壓的好股票 重壓的 第一本一筆的優質股 所以決戰四月 現在就開始 決戰四月 現在就開始 投資朋友 你千千萬萬不要再錯過行情 很多低檔的寶藏 很多低檔的珍珠 都等著你去減 都等著你去賺 OK 有興趣的朋友 直接打電話 或者在我LINE群組裡面 你留言16888 加上你的手機號碼 標股直接送給你 OK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告段落 祝大家操作順利 明天見 掰掰 我們會針對